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程序 拒絕洗腦 拒絕黑箱 拒絕黑箱 吳思華 出來面對 那我們這次反黑箱課綱的行動的話 我們的訴求有四個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可以政府 立即撤銷103課綱 第二個我們是希望 政府教育部可以為他們 這項錯誤的政策 做出賠償 對書商他們所印製的這些 書籍費用做出賠償 那第三個呢我們希望未來 以及政府他們現在 繼續要進行這一個課綱的程序 的時候必須要公開透明 而且要符合民主的程序 要讓我們公民可以去檢視 可以去參與 第四個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得這個新的課綱 它可以能夠去維持 台灣的主體性 並且能夠有多元的這個價值 跟史觀 那目前的話 目前是在台灣高雄 台南屏東以及整個 中部地區桃竹苗跟北部等等 這些地方的高中生 我們都已經開始串聯在一起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 7月4號是我們接下來一串聯 一系列活動的一個開始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我們在明天在 台南跟台中還有 台北都有活動 那我們這些一系列活動 就是我們高中生就全部把我們的力量 匯集在一起 那就是希望可以來促使教育部 立即來回應學生 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今天辦完晚會之後 辦完晚會之後 我們只給教育部五天的時間 我們給教育部五天的時間 立即回應學生的訴求 如果說教育部他們在五天後 沒有正面回應學生 繼續採取過去這種迴避的態度的話 我們學生我們就會北上到教育部 我會親自去找部長吳思華 那從去年教育部正式宣布說 課綱這要今年要正式上路開始 就有一群的教師就站出來 他們就發現我們這個課綱 新的這個課綱的這個問題 他程序上面也好 內容也好 他們有發現到說 我們現在我們的教育部 有透過了一些手段 然後希望把他們自己所想的一些意識形態 把它殘雜在他們的這個課綱裡面 然後來對學生進行洗腦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看到公民教師行動聯盟 跟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有站出來 來到教育部前面 要求說教育部對於課綱的這個議題去做檢討 那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一直到今年五月份開始 在那個綜藝中蘋果樹公社開出第一槍之後 那個各地的高中學生遍地開花 那在網路上成立了這一些粉絲專業 然後教育部才開始發現到說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再繼續用這種迴避的態度 來面對課綱微調的這個爭議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教育部從頭到尾對於課綱微調的這個爭議 他們從來沒有打算 希望說可以正面來解決這一項問題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從去年他們舉辦的那些公聽會 不讓教師來參加 一直到他們今年在綜藝中舉辦他們的這一場作談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部長以及教育部的官員 他們對於這一些學生所提出的種種質疑 沒有辦法正面的回應學生 對於教師所提出的這一些內容所產生的種種的謬誤 這一些專業的委員 這一些他們聲稱是有能力來對我們國家的課綱 來對我們國家的教育來進行修改的這一些人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能夠有這個立足點 可是沒想到政黨輪替竟然是 是把我們喜歡的這樣子一個戰綱呢 就是把他一聲聲的折斷 然後他找了一些修訂委員來參與 這些修訂委員 可能裡面有頂頂大名的王小波先生 所以王小波呢他也是一個學者 他也是一個哲學系的教授 但我不是說他沒有什麼學問 其實他很有學問 他有他的學問 但是我也是他不是台灣史的專家 那在這裡面就說 其實他在九八科綱的修訂小組裡面 他就在裡面 而且呢實際上根據周婉堯教授的一個轉述 也就是說他在裡面的話 他就已經大大 他早在九八年應該說2008年 就國民黨執政之後 他就一再的再呼籲說 啊那個九八科綱違憲啊 然後呢應該要再塞回去八八科綱 也就是說他想要再把我們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 以台灣為主體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九五戰綱的精神 就是台灣史獨立成一策的這個部分 要把它塞回去中國史的範疇裡面 再去讓學生去了解 所以我在這邊最後我想跟大家做說 就是說 個人勇敢的站出來 你同學不是 不論是任何一個人 就是你自己 我們自己勇敢的站出來 是第一點 再來第二個 就是媒體 拜託媒體朋友能夠 持續的關注 持續的報導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 就是選舉 然後我們要當這個國家的陶吉 也就是說我們要珍惜我們的選票 然後我們 我們要讓這些政治人物知道 你不可以這樣胡作非為 你不能說 都不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你就是關起來 關起門來硬幹這樣子 所以你要聽聽 雖然學生沒有投票權 但是學生的力量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嗎 教育部 教育部為什麼要 為什麼會答應 心就課綱病程 那是因為各位高中生站出來 因為我們老師 或者我們一些大學教授 我們從去年就開始站出來了 可是教育部甩都不甩 可是 因為高中生你們站出來了 你們全國串聯 他們怕了 所以因此 他們才願意說 好吧 那我們就是心做課綱病程 可是問題是還缺最後一理路 那就是 我們要撤回 104年的這個黑箱課綱 因為你作弊就是不對 如果你現在不站出來了 可能 可能你 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我們現在站出來了 可能 之後 或許 或許下個禮拜 教育部長出來回應了 大家 可以 雙雙的過了 就 就 不用再為了黑箱特綱在那邊操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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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覺得我們能做的 可能 就只有 讓更多人知道 為什麼要站出來反黑箱特綱 黑箱特綱的重要性到底是什麼 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雖然這有點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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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 就是 在我高中生涯的這一年裡 反內箱特綱這一兩個月內 是我思考最多 用大腦思考最多的一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